中文字幕 李宗盛 裝修啊 什麼事啊 Hello 我是裝修妹 現在LED燈已經收入每個家的標準裝備 因它節省電 耐用 環保 現在的LED燈有這麼多種 又應該怎樣選擇呢 除了帶小螺絲頭和釘頭 你們會知道之外 買燈泡的時候 總會有一堆數字的盒面 功率是火數 而光度是流明 太光或太暗 都會令瞳孔長時間過分收縮或過分擴張 而每個人對光度的要求都不一樣 只要看得清楚 不容易累 那光度就適合自己 如果800流明的燈泡 A牌子10火 而B牌子9火 就代表B牌子的功率輸出大於A牌子 更省電 同樣盒上面的燈泡壽命都要注意 雖然基電工程署的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表示光度跌剩70% 就可以當作壽命元 但實際上很多廠商都有自己的準則 例如A牌子會以一半燈泡元件喪息功能 作為星星使用壽命達到3萬個小時 也有B牌子聲稱燈泡可以用到10年 其實是計每日開4個小時才達到相關的年期 所以不能照單傳收廠商的數字 最後跟大家說一下K數 色是色君單位 小於3500K的燈都是暖色 會偏黃 會比較適合睡房或床頭燈 而3500到5000K就是白光 適合拍攝或工作間 而5000K就是偏藍光 缺少藍光會容易眼睡 太多又容易令到眼睛疲勞 最後都會導致眼睡需要休息 色君的應用是要根據環境而定 搭個比喻 如果你的客廳裝修偏暖色 一絲都是暖色 那用5000K以下的燈泡 環境都會偏黃 會比較容易欺負眼睡 而如果空間已經是冷色的設計 好像海洋風的小朋友睡房 冷色配冷光 對於小朋友未發育好的眼球 可能會造成負擔 所以作為家長就要留意啦 其實LED燈還有很多學問 那我下次再和大家介紹啦 那今天裝修妹說你知道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